哈囉大家好 我是郝高 我們今天來講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 腦中風 腦中風是什麼呢 簡單的說就是腦部的血管發生了堵塞 然後腦部發生缺氧的狀況 造成身體的機能失常 甚至導致功能損失 最終導致了死亡 之前大家應該很有印象的是 影帝 吳蓬鳳以及玉山進控的科技長 陳森偉 這兩位 那他們都是突然發生腦中風 然後身邊沒有人可以幫他打電話叫119報案 那所以造成了遺憾的一個悲劇 尤其是兩位過世的時候年紀都不大 我大哥55歲 然後科技長 陳科技長他大概也只有44歲而已 然後更讓人覺得就是很遺憾 那我們常聽到就是腦異血 那也是腦中風嗎 那是 腦異血也是腦中風的一種 那不過我們今天再快速辨識腦中風的症狀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們會再做一集跟大家說明 什麼是酸塞 什麼是腦異血的狀況 如果說發生腦中風的話 身邊有人那也許就能救他沒命囉 那的確 如果身邊有人可以幫他們打119 快速辨識出來打119報案的話 那的確對他們有很大的幫助 可是我又不是醫生 我怎麼知道他到底是真正發生腦中風 還是只是跌倒或是腳拐了一下這樣而已 那的確 如果他只是腳扭到 這樣就要叫救護車的話 這樣也不太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 快速辨識腦中風增狀的一個口訣 叫FAST F-A-S-T 是快的那個FAST嗎 對 快的FAST 就是那個快的FAST 那F的部分的話是FAST 就是FAST 就是臉的部分 我們先觀察他的臉部 請他先嘗試著微笑 然後看他左右是否對稱 那如果不對稱 或者說不自然 如果眼歪嘴斜的狀況的話 或單側下垂 那就是不正常的 那接下來就是A A就是on的部分 on是什麼 手臂 那你可以用你的手臂 將他的手臂拖起來 然後平舉撐住 那如果他沒有辦法撐住 掉下來的話 這也是不正常的 那接下來就是S S是什麼 Speech 就請他說一小段話 那這一小段話 可以聽聽看是不是口齒清晰 那如果說他口齒不清 然後有含乳蛋的情形的話 那這也是不正常的 那綜合以上這三種症狀的話 這個是腦中風的一個簡單便宜 所以是三種願望一次滿足的概念嗎 所以是三種症狀都要同時發生 我們才打119叫救護車嗎 那不是 三種症狀都發生那就太慘了 應該是其中一種症狀發生的話 你就可以打電話叫119 直接送醫了 那你剛剛有講FAST嘛 快嘛 可是剛剛只有講到FAS 那T又是什麼意思 T喔 T是Time 就是時間的意思 這也是相當重要的一個重點 那Time就是他最後正常的時間 那什麼是最後正常 最後正常就是說 如果你的親戚或朋友 在發生之前 他能夠自然的行走 自然的說話 都沒有問題的話 這個叫一個最後正常的時間 那這個時間有什麼意義 這個時間就是在你報案的時候 你可以提供給行止中心 讓他們知道這個狀況 或者是說現場的救護人員 你告訴他這個時間 那他就可以趕快跟醫院去做一個聯繫 然後就能夠很好的把握 黃金三小時的一個救治的時間 你剛剛說三個小時嘛 可是如果我自己開車 三個小時之內就可以到達醫院的話 我還要再叫救護車嗎 這樣子我會不會被人家說我濫用醫療資源啊 好在這邊跟大家說明一下 什麼是濫用醫療資源 就是指我們打惡作劇電話或者是報假案的情形 那他會造成電話戰線的情形 或到現場還知道根本沒有發生這件事情 讓真正需要救護的人 無法搭乘救護車到醫院 而且如果你身體都已經不舒服了 那還硬撐著開車 那如果在路途中遭遇了其他危險的狀況 或者是遇到塞車那怎麼辦 所以只要身體不是很長的狀況 就趕快打119叫救護車喔 最後我們製作了一段影片 內容是有關於破除腦中風的迷思 例如手指頭放血 到底能不能救治腦中風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喔 好高 怎麼了 你的臉 有點怪怪的 變好笑了嗎 我幫你叫救護車 為什麼 快點 手機給我 手機密碼也給我 快 我幫你叫救護車